今天本黨中時會通過了 民主進步黨第十屆不分區委員的提名名單 我非常感謝黨內同志 以及社會各界這段時間來的推薦跟關心 我們相信這份名單兼具多元與不同專業領域的人選 我非常敬佩的是每一個委員 重複堅持代表個人的意見 重複表現出自己有哪些派系的考量 所以在整個考論的過程當中 個人的意見派系的考量幾乎是不曾發生過的 凡是今天在名單當中的絕大部分 我們都進行了我親自進行的徵詢跟了解 跟長時間的談話 所以並不是某一個人代表的是某一個人的推薦 或是某一個推薦的人 他就代表著某一個派系的推薦 這一點我想我要從這一次的不分區提名委員會的工作當中 我們嘗試建立這樣的模式跟這樣的文化 首先胡玉琴同志 他是老人福利推動聯盟的理事長 是我們現任不分區立委 也是未來我們在老人 影法族的好朋友 認識我們長照2.0推動的大方手 洪森漢同志 他是綠色公民行動聯盟複名之長 他也是我們綠能能源轉型的論述中心 也是我們非常有力的青年朋友在能源轉型這個領域 泛雲台大社會系的副教授 更是前社民黨的召集人 他代表著我們政黨合作 民進黨跟第三勢力擴大合作的一個新的模式 這個名單納入了前社民黨召集人泛雲 不僅是肯定他在野百合學運時代 觸發台灣政治改革的貢獻 也反映了民進黨在建構抗中保台大聯盟的過程中 擴大結盟戰略的一個成果 結合相同理念的政黨來推動台灣社會進步 這樣的結盟也得到社民黨重要領袖的支持 我想說明的是 即使有人沒有繼續的列入不分區名單 或許列入但不在預估的最前面的名單 都不代表他們不夠優秀 甚至是受到各方肯定的 所有的遺珠之憾 反而更能表示未來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舞台跟戰場 等等的他們去挑戰 那這塊名單 剛剛在我們的中指會 是全數一致的通過 沒有任何的意義 那這個才是代表最後的名單 明星大合作 就是耳朵的和這個 我們會把達的人撫住 成功完成了 我不至於你